中日以来江浙户一带持续高温 杭州的气温一直超过摄氏40度 随着高温导致用电负荷连创新高 中国进入用电高峰期 境内多地传出宫电吃景情形 杭州官方6号公告 要求全市警官照明非必要不开启 同时暂停展示灯光秀 今年7月中国大陆平均气温创始上新高 8月江浙户将持续成为热力中心 三中全会以来 中共党魁不但更换两个办公室主任 还组织政治局学习编海空房 更调换了三大战区司令 而习近平在党媒的曝光度却明显下降 这些都被外界解读为 他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压力 分析认为习大幅调换大战区司令 是效法毛泽东晚年的做法 以稳固权力防备政变 8月6号 中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 深圳市前市长陈如贵 被指控受贿1.08亿多元人民币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陈如贵担任广州市政法委书记期间 因迫害法轮功学员 被追查国际组织及海外明慧王点名追查 中国各地都把高铁建设当成数字政绩 山东济南一个城市就将建成18个高铁站 有分析指出 盲目搞基建会加剧地方财政危机 这个月中国罕见的大幅提高四条主要高铁线路的票价 被认为是应对成本上升和承重债务而采取的一项最为广泛的举措 金鹏亚太电视真理报道 金鹏亚太电视真理报道